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后宜在2020大选时 没有积极来协助韩国瑜 让很多的韩粉相当不满 而前几天侯涵两人在造势活动同台 后宜也被质疑说没有道歉的诚意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他真的看不懂后宜到底在干嘛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化解彼此的心结 整合各方势力才有机会团结顺选 但是后宜却好几次都把能够公开 向韩国瑜道歉的机会 眼睁睁的放弃掉 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我真的不知道侯友宜在干嘛 这个郭台铭去拜访高雄 你看他拜访的那个参选的立委 那几乎都是支持韩国瑜的 那或者是王金平 那结果你还在一幕上 叽了不要道歉你是要干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不选的人最大 你选的人这个好龙斌的名言啊 要选的人最小啊 你应该是拜拜拜拜托四方吧 那你就撑住了撑住了就是包括黄富星那一场你也不愿意讲 然后赵绍康没有事后的po文 然后隔天的隔两天的赵绍康 赵绍康在旁边敲鞭骨已经敲成这样就讲不出来 就是三次机会嘛 就是脸书也不愿意 黄富星现场也不愿意 然后赵绍康给了你两次机会 你还是不愿意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厉害的政治人物 一定会想方设法在整合的扩大这方面来穷尽他的努力啦 那而且要找到对的方法啦你知道吧 那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侯友宜有这方面的这个令我惊叹的才华啊 那甚至是我们想到了他也没做了 你如果没有调整到可以去结合各方力量的那个那种那种态度啦态度啦 这我们就到最后政治总是会有一种态度嘛 这不是立场而已啊 还包括你的EQ啦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EQ啦 就是你的EQ让大家觉得可以跟你一起奋斗 一起作战 那个EQ要到位啦 侯友宜民调低迷传出有挺郭派的中常委正在联署 我要在中常会上提议换掉侯友宜 新北市议长继中常委讲跟黄舟之言啊 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侯友宜一定会获胜 而前立委蔡震源则喊话国民党合作笔开刀好 因为侯友宜跟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对 就像金小刀真的有点汗格啦 我们也不用去去掩饰这个问题 那刚才那个中常委就是 屏东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是是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马金时代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对地方派系都很看不起 对 那所以很多的地方派系也就陆陆续 曾经被陆陆续被民进党给吸收走了 壮大的民进党 也造成国民党的衰败 所以处理地方派系 现在很多的政治艺术在这里面 我是觉得合作比开刀好啦 因为这个局势不管怎么看 侯友宜不结成三支小株联盟 侯友宜当选几率等于零 不管你讲什么 什么九二共识啊四个月啊 这是客观形式嘛 你有没有办法把柯文哲的24%拉过来 没办法 这个柯文哲24%的支持度 跟九二共识 跟什么没有关系 对没有关系 再来你说郭台铭跑出来以后 把柯文哲的民调往下拉 他变成他跟柯文哲很接近 十八点六十七点很接近 这什么意思 你说他不忠不孝 你说他违背承诺 他的支持不在意 他支持着跟回宁大局为重 那你给你一句话说 你金小刀跟侯友宜选不上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表示说 台湾的社会在非律阵营 共同反对民进党 在职政 希望政党在轮替 可是非律阵营的 这个所谓的社会基础 是不同的 他是不同挂的 有一些比较接近绿一点的 不希望民进党在职政的 支持柯文哲 有一些比较蓝的 不希望这个民进党在职 支持柯文哲 可是中间有一票人 因为可能觉得 可能有点绿的 他说哎呀 我终于打到BNT 那我就曾经碰过很多人 我打BNT 我总该答谢一下郭台铭 有这种心情 所以他郭台铭累计的 这种客观的政治现象 不是你国民党去批评他说 你又没有守关公的精神 那你政治神信破产 你事业会受影响 这个基础就会改变 不会改变 所以你在做政治上的思考的时候 你就要很务实说 那我拉不到郭台铭这基础选票 我怎么跟郭台铭合作 可以把这个选票给移过来 或者我怎么跟柯文哲合作 可以把这个选票移过来 这个点可能是 朱立伦一再倡导的菲律大联盟 能不能落实 赖清德投书华尔街日报 阐述和平四大支柱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这个内容都是蔡英文语言 都是瞎话 想要讨好民主阵营 对于新增票源根本没有用 和对岸在尊严 对等的情况下 这个都是蔡英文的语言 去年就是没有对话交流 所以他讲这都是屁话 他讲这个就是 他会花钱去请英国的 最不受欢迎的首相 特拉斯来台湾 然后会拨钱给立陶宛 都是同一个逻辑 就在讨好民主阵营 可是这个没有票 因为真的对这个 意识形态很在乎的 所谓的反共民主派 那些票早就表态了 这个对他拿到新票 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拜登现在美国在乎的 不是你要不要民主 美国在乎的是 你不要把我捡进去 不要因为你的 对两岸的不够了解 不够谨慎 然后做出一些动作 惹起了两岸的战端 那我美国被你惹捡进去 美国要主导的是一个 可控的环境 你是棋子 要乖乖做棋子 要狗咬尾巴 不是尾巴咬狗 美国为什么会有依赖论 就是因为认为你对两岸不成熟 为什么他们可以信蔡英文 因为他们认为蔡英文 大概是了解 所以蔡英文也有待打民主牌 可是基本上蔡英文在两岸的一些处理上 美国人是可以放心的 那蔡英文在这里 赖金德在这里还没有得分 即便这一篇也没有得分 这个不是得分 人家要你的是 你必须要在两岸的 这个风险的管理上 拿出本事来 人家看不出你的本事 问题在这里 蔡英文当会陆委会主委 你不要忘了 他也跟李登辉去过大陆 那你赖金德除了去办 陈辰波画展在上海 那之外还有什么 你不能和制服 刚才还虽然是 你自己想不服 你不是 我们还带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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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